绝经越晚越好吗 子宫内膜肿瘤 子宫内膜癌 绝经晚的话对这个是有影响的 它的发病概率可能会相对增高 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药膳有哪些 酸草人然后适量取乙鞋扶小麦 所以这两位放在一起 就是有其他一个年薪安神 助睡眠脸汗的作用 约见明依 辽江苏省中医院副科副主任中医师陈云 为您介绍女性的多时之秋更年期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全媒体大型互动健康科普节目 约见明依 我是主持人小乐 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在我苏网 励志新闻 健康江苏等全媒体的各大平台上 和我们进行互动 同时呢 今天节目的整个录制过程呢 大家可以通过签聊抖音快手的直播间呢 看到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江苏省中医院副科副主任中医师陈云 让我们掌声欢迎 陈云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云 江苏省中医院副科副主任中医师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科分会委员 南京中医药学会副科分会委员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陈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女性更年期的一些症状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还继续邀请陈主任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健康养生的方法 能够帮助大家安全地度过更年期 您是中医师中医上是如何界定更年期的呢 其实从《黄帝内经》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黄帝内经》是我们中医非常经典的著作了 那么《黄帝内心》上《上古天真论》说 七七天鬼绝 地道不通行坏而无子也 也就是说到女性到七七之年 七七我们就是四十九岁 其实古代人是非常的智慧的 她能够知道女性大约就在四十九岁绝经的年龄 行坏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子宫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 地道不通行坏无子就是不能再生育了 那么其实跟我们现代的统计就是平均的结晶年龄是四十九岁左右是一致的 那这是中医上的认识 她呢认为就是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的这种圣主收藏圣藏经 这个生殖之经呢渐渐就衰竭了 天鬼绝它就是衰竭了 没有了 然后就绝经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呢 多数医家都是从肝肾这种阴阳不足来论治的 那么江苏省中医院妇科呢 因为我们有国一大师夏贵沈教授 她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心肾子宫轴的理论 她呢认为我们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啊 我们说肾气衰 肾阴阳衰竭 这个是不可逆的 因为每一个女性她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不可能烦恼还童 现在虽然我们非常期望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会肾水呢不能上际心火 我们说肾在下心在上 肾水不能上际心火 心火呢抗肾于上面 汗为心之液 那么就会出现潮热出汗的 这样一些心火抗肾的症状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上理解的 更年期的女性啊就绝经前后的女性 她的这种新肾的病机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 我就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能够从我们人体的一个整体来进行论证 好 陈主任刚才你给大家介绍了 有的人在更年期的时候 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 潮热啊或者说 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上面的波动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 比较能够安全地度过 那一个星期之前呢 我们也在励志新闻上发起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更年期 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 就可以放任不管吗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目前的选项啊 有2200多位观众的选择 是 不用管就可以 让她平安地度过就可以了 不用过于地操心 那么还有1200多人的观众呢 还是觉得不可以 还是应该去干预的 随时呢 减开我们自己的健康状况 那么对于这个调查结果 陈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调查结果呢 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广大女性的一个认知状态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会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 比如说资源不是那么充足的时候 那么女性可能对自己的更年期 有症状她都有可能不管 那不要说这种无症状的这种情况下面啊 那么无症状呢 并不代表完全没有问题 更年期呢 是每个女性都要去经历的一个时间段啊 绝经是一个必然的事件 那么绝经以后我们讲到这个心血管的问题 讲到骨质疏松的问题 讲到这个泌尿生殖道萎缩的问题啊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远期的 会影响我们中老年生活质量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关注它 并不是说让你非常这个焦虑的说 我进入更年期需要去做特别的什么检查啊 如果你没有症状 其实挺好的啊 这个可以愉快的平稳的度过更年期啊 但是呢 比如说每年的定期的体检你需要去做 还有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比如说我会关注我的骨量的问题 定期去查一查这个评估一下 骨质储存的问题啊 这样的一些检查我们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那如果比如说发生了一些症状 那你就到医院进行一个专科的咨询 我们更年期其实到门诊来看的很多女性 都是因为潮热出汗来的 这其实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啊 其实更年期的话 更年期症状可能五到十年 这个整个长的时间 可能有将近四十岁到六十岁嘛 它有一些绝境后期的这样一些表现 这些表现呢 可能不仅仅是潮热出汗啊 心烦失眠啊 它有可能涉及到我们的全身的一个健康 对 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问题 我们女性骨量丢失 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的磁激素可以对我们的血脂产生一个调节的作用 保护我们 当我们绝境以后 磁激素下降了 没有了 我们心血管就容易出现问题 那还有一个再远期的就是 我们的泌尿升值到萎缩的问题 会困扰我们的女性朋友 但是很多女性她可能不太好意思说 对 另外呢 还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容颜的问题 对 它表现为皮肤的一个衰老 其实更年期 所以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然后它出现的症状也会有早中晚期 这样不同的一些表现 我想的 其实您说的这几点呢 在更年期的早期都会有 那是不是这些症状 它一直会伴随着更年期 比如刚才我们也说了 有可能长达十年 这个症状是否会一直维持到十年呢 是这样子的 谈到更年期 我们说更年期这个本来是个医学名词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太好听的话了 额微会涉及到女性觉得 心烦 有些不舒服的症状 从全球或者说我国的一个 大样本的一个统计来说 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可能会经历更年期的 我说的这种更年期综合症 就是有一些症状 不舒服的症状出现 也就是说受到她的困扰 对 其实有三分之二的女性 可能自己就能够平稳度过 不过随着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环境的一些问题 可能这一部分女性症状 可能发病率会再逐渐增高 加上我们现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我们进入绝经期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也会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 那么每个女性她不一样 比如说我说的有一部分女性 她完全就没有症状 那么有一些女性 她可能有一些早期的信号 比如说潮热出汗 可能也就几个月过了 我们临床上也会碰到 比如说春秋 春秋季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 她更年期症状会加重或者出来 有的时候 适中要调理一下 或者她平时饮食期去调理一下 大部分时间她也没有这个症状 但是据统计来说 长更年期这种症状困扰女性的话 长的可能会达到12年 因为病人也会问我们 说我可能什么时候没有这种症状 其实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但是如果跟他们说 有的长的人可能到12年 病人就说这么长时间 但是每个人她是时间长短不太一样 加上一些我们的中医的调理 加上一些自己的饮食起居的调理 还是能够相对改善这种症状的 而且我发现我周围 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女性 但凡是有症状比较明显的 她一个性格就会比较变得急躁暴躁 然后有一点疑神疑鬼 总觉得自己有可能会 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说是那些 平常的比较心胸开朗的 然后遇到事情 也不是特别烦神的 反而这个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能够非常好的安全度过 所以我就觉得在更年期 如果有症状的话 调节心情 心态平稳也挺重要的 是的 主持人这一点说的非常重要 我们说女性有七情 中医上说是七情 喜怒忧似悲恐惊 但是就是跟男性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觉得男性 女性更细腻一点 对是的 男性她这个比较大条一点 女性可能对一件事情 她反应会不同 特别在我们门诊上观察到 有些女性她这个平时 比较追求完美的 工作上要求比较严格的 她这个跟她的性格 跟她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她可能脑力工作者 在这个进入更年期的时候 她这些症状可能会真的 表现得会比较明显一点 好 今天节目的整个录制过程 大家也可以通过千聊的直播间 同步听到 我们选取一个问题 请我们陈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是 是不是绝境越晚越好 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 都特别想知道 这个绝境越晚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衰老的越晚呢 前面一句话是不对的 后面一句话其实也有点对 前面一句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绝境越晚越好 我们我不能说中医 就是一个中庸的观点 其实中庸有时候也没什么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绝境年龄 一般是在45到55岁 40岁以后进入更年期 也就是进入有一些女性 可能40多岁就开始往绝境走了 这个时候40岁到45岁之间 我们说是早绝境 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提前一点 稍微提前一点 也不叫早衰 就是早绝境 40岁到45岁之间 大多数是在45岁到55岁 那我们刚刚讲了 平均绝境年龄是49岁 那么中国一般来说 可能到52岁左右 最晚到52岁 55岁左右都绝境了 有的人可能会到 这个50岁60岁了 他还觉得自己再来月经 很高兴 觉得自己不会衰老 其实这个是要提醒 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看一看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疾病的问题 有可能这个出血是气质上的问题 对 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肿瘤 子宫内膜癌 绝境碗的话 对这个是有影响的 它的发病概率可能会相对增高 然后绝境碗的话 因为我们的激素作用 有我们的乳房 那么我们乳腺癌 可能发病距离也会相对高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少见的疾病 可能大家不太听说 但是我们妇科会碰到 就是卵巢的颗粒细胞瘤 颗粒细胞瘤呢 它分泌大量的磁激素 这一部分病人 他可能会绝境晚 也会表现为阴道的出血 或者不规则出血 甚至有一部分病人 会有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所以其实我们说 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就是顺其自然会比较好 绝境越晚呢 确实可能 我们说缺乏磁激素的这些症状 你可能会推迟 对其他器官可能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对乳腺啊 对子宫啊 可能并不那么好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 就是说自然绝经的这个范围内 年龄段隶会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陈主任刚才提到了 对于更年期 还是顺其自然的比较好 其实我怎么判断呢 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呢 觉得这个事情呢 跟遗传啊 还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呢去作为参考 是拿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身体的情况来作为参考 可能妈妈大概是50岁左右 那女儿呢可能要到了50岁的时候 也差不多这个年纪 是的 我们说绝经的年龄 其实跟遗传是非常相关的 因为我们诊上呢 也会有一些暖潮早衰的女性过来 我会问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你的孩子是女孩 可能你要关注她的这个暖潮功能的情况 那么绝经也是一样的 如果母亲绝经晚 一般来说她的女儿呢 绝经也会比较晚 但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发现 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节奏比较强 对对 大家可能生活不太规律 熬夜啊 这些事情是一个家常便饭了 对 有的女性到门诊上来说 哎呀 我妈妈是50多岁才绝经 我为什么现在查了暖潮功能就不好了 可能就40出头一点 它是跟遗传很相关的 但是跟我们的平时的生活环境 后天的环境 对 社会环境 包括你的压力 你的心理状态 都会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 也请陈准呢 看一下我们月见明的抖音号 每天在上面呢 我们也会发一些健康的小视频 很多的网友呢 会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选取一个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这方面的问题啊 留言 请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吗 好 在这儿您看一下啊 这位网友就问了 能不能推荐 适合更年期吃的药膳 我觉得这个 您是中一方面的专家 回答这个问题特别的好 是的 这位观众朋友一定也是非常爱好养生的啊 我们其实有一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有可能贵症着它就缓解了 其实用我们自己通过饮食起居的调整 也有可能就达到一个缓解症状的目的 比如说去吃一点药膳啊 药物不如食补呀 对对对 然后呢 再冷一点 我们就要进入冬天冬令进补的时候了 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啊 更年期的药膳呢 我们说药膳也是要辩症失散的 就像我们中一讲辩症失智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 阴虚阳虚 它用的药膳是不一样的 那么但是我们的调查呢 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啊 以肾阴虚的偏多 也就是阴虚火旺的人会多一些 阳虚的也有 但是少一些 所以呢我就推荐一款适合阴虚的女性啊 更年期的女性吃的药膳啊 这个呢就是枸杞 鳖甲 粥 枸杞我们知道这个比较常见的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鳖就是老鳖吗 就是甲鱼 对就是甲鱼 甲鱼它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说呢中医上讲甲鱼 它是这种血肉有情之品 入齐精八脉 其实齐精八脉 齐精里面我们讲到的冲刃都带啊 冲刃之脉 其实跟我们女性是非常相关的啊 它入肝肾能够滋养肾精 能够这个补齐精啊 就通过主要是一个偏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们也说这个甲鱼是资荫补肾的一个佳品 对是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枸杞 枸杞我们经常很多女性她可能会去泡一点枸杞常喝 它是入肝肾的 能够就是滋养肝肾 而且喝就是枸杞喝完之后也会滋养养盐 对 脸色像这个枸杞一样红扑扑的 对 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这两位药呢 也是我们的食疗的啊 钥匙同源 对对对 放在跟我们的粥一起煮啊 跟粥一起煮 或者呢就是单独的去饱汤都是可以的啊 比如说一只甲鱼 你把它啊就是洗干净了以后啊 那然后加上20克的这样的枸杞啊 放在一起同煮 然后呢 我们说煮的汤里面啊 我们一般是建议喝汤吃肉啊 汤里面其实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营养成分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 所以我们还要提倡吃肉啊 就把这种血肉友情之品把它补进去啊 这样的一种方式 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分两顿把它吃完 除了药膳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推荐这个给女性朋友的就是带茶饮的这样的方式 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个枸杞茶 枸杞茶 我们可以泡出来的一些重要 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枸杞菊花茶 菊花呢也有清干明目的作用啊 它们在一起泡呢口感也不错 然后呢也能够达到滋补肝肾 清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 缓解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那么另外呢 对于更年期失眠的一些女性 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这种三早人的粥啊 我听说在中医上这个三早人呢 对于睡眠安抚睡眠非常的有帮助 对三早人呢 它就是起到一个宁心安神的作用啊 让就是让你这个情绪平稳下来 能够让你很好的进入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在哪能买到 一般我们还是需要去中药房去买一点啊 三早人然后适量 然后呢这个取一些辅小麦 辅小麦其实跟我们平时吃的小麦不太一样啊 辅小麦它之所以称为辅小麦 它是可以浮在水面上的 其实就是 对我们长得不太好的那种小麦的那种 一壳的这个小麦 对对对对 不是很饱满的 对然后呢这个也是一味中药 也是可以在我们中药房去买一点啊 它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好像它应该是发育不良的小麦 怎么还会有药品价值 辅小麦它的作用呢 主要是一个宁心脸汗的作用 它脸汗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这两位放在一起呢就是有起到一个宁心安神 助睡眠脸汗的作用 有一些更年轻的女性她在睡觉的过程中 她会一阵汗醒来 对对对 影响她的睡眠质量 这个质量味药就是很好的一个搭档 一般我们还是用煎水或者是煮粥 煮 爱煮粥 酸枣仁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吃 那么另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取材比较方便的一个食疗方 就是枸杞百合蛋的这样一个做法 枸杞也是我们常用到的 枸杞呢这个30克 百合60克 然后呢鸡蛋黄两个 蛋清不要了吗 也可以吧 但是我们中药里面有一个鸡子黄 它本来就是一味药 药食同源 鸡蛋黄两个 然后呢枸杞和百合呢加1000毫升这样的水吧 然后先煮把它煮出来 取300毫升的这样的水 然后把这个鸡蛋黄呢打进去 就像我们鸡蛋花一样的把它搅散 对对对对 然后放在开水里面一冲 对一冲就可以了 鸡子黄它也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 可以交通兴盛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方子呢小方子呢就吃了以后呢 就是有一种滋补肝肾的这样一个作用 缓解更年期的一些冰虚的症状 我觉得这个口感上也不难吃 我觉得可以放一点蜂蜜或者甜的 对 就其实还蛮好喝的 咸的蜂蜜或者冰糖放在里面都可以 对可以 咸的甜的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 对 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更年期的一些食疗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如何能够更好的更安全地度过更年期 还有一点特别的关键也很重要 那就是运动 因为我觉得运动能让人快乐吗 是的 主持人说的这一点也是现在大家都会比较去重视的 现在我们健身房也很多 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女性来说 如何去运动才是科学的呢 那么一般来说 每日的规律的一个有氧运动 我们说是要中等强度 不要太剧烈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每周累计150分钟左右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的样子 每周就可以了 那么不同的女性根据体质的不一样 她这个运动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女性 可以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瑜伽 这种健身操 强度稍微低一点的运动 对 然后她这样可以身心愉悦一些 释放压力 那么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血压比较偏高的 肥胖的女性 这个要选择多种运动相结合 因为一个肥胖的女性 如果你总是去跑步 对关节会有损伤 我们需要去保护 本身就可能有低骨量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这一类的女性 可能需要做一个低强度的运动 来保护自己的心血管系统 关节的问题 那么就是适量 适可而止 不要因为运动而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们是要促进我们更年期女性的生活质量的 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节目的整个录制过程 是通过全媒体的各大平台 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先来选一个快手上面的网友 看看她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主任 首先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绝经后还要去做妇科检查吗 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面 很多女性的一个问题 其实她不提出来 我们医生其实有义务去做一个宣教 有的女性说我都绝经了 我还要做什么检查呢 我都没有月经了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说随着肌体的衰老 我们的五脏六腑 它可能有个衰老的过程 那么其实年龄大了 比年纪轻的时候更容易生病 这个一定要重视每年的体检 第二个妇科检查的问题 虽然绝经了 但是我们的暖潮还在 它没有功能了 我们的子宫还在 包括我们现在热议的子宫颈 宫颈癌疫苗的问题 这个都有可能在我们绝经以后 衰老以后表现出来 这是跟妇科相关的一些疾病 需要大家去重视 然后定期的一个体检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些检查 那么第二个就是绝经以后 我刚刚说了 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和衰竭 会导致我们一些身心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 是跟我们脂代谢也相关的 这个我们体检上面就能看到 我们的生化的检查 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 可能都会出现血压不稳 高血压的情况 这也是跟雌激素有很大的关系 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研究也表明 这种血管输缩症状 就是潮热出汗 它绝对跟我们心血管事件 是相关的 如果您的更年期症状 以潮热出汗比较明显 那要注意我们心血管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脂代谢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小姑娘 就是体型比较美 我们就是年纪大了 上年纪以后 容易有这种向心性的肥胖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 雌激素保护我们 雌激素可以调节血脂 让我们体型更加 就是趋向于女性的这种体态 那这是心血管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这个很多女性 可能在一开始 没有去在意这个问题 我们的骨盖是有一个库存的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门诊上 现在也跟大家做宣教 年轻的姑娘们就要开始补盖 补充足你的盖库 那这样呢 在你绝经的时候 失去雌激素保护 有充足的骨盖给它流失 所以它就不太容易 有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 仓库有货就不怕 对对对 就是简单就是这么说 然后呢 就是你到绝经以后 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为什么现在骨科 风湿科的女性朋友 而且这些医生 也会跟我们妇科来说 有一些老年女性 七八十岁了 稍微碰一下就骨折 或者是骨折以后呢 她做了手术以后 很难去恢复 比较慢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 最怕的就是摔倒 一旦摔倒 卧床 可能一些并发症就全来了 对 这个就是跟我们 这个绝经以后有关系 这个改变应该是 悄无声息的 但说到这个 可能有一点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 知道绝经期之后 或者是更年期之后 是要补盖的 但是很多年轻的姑娘 或者说这个补盖 到底是从什么年纪开始 大家可能现在 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其实呢 重视补盖的这个问题 应该从我们 十几二十岁 二十岁左右就要开始 那么等我们老了以后 年纪大了以后 你去补盖 文献上的研究表明 可能作用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它们都不吸收了 对 它的这个代谢 和年轻的时候 也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盖的问题 也跟我们日常运动 晒晒太阳 阳光下的一些运动 还是有关系的 那么除了补盖 就是一个运动的问题 对于我们中老年女性来说 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没有好好补盖 那么就是年纪大一点以后 你要去重视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 我去指导我们 中老年女性运动的时候 我也会跟她们说 如果万一你有骨质疏松 或者低骨量 这样的情况 你的运动要适量 不要因为运动 然后搞一个固扯 受到损伤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说的全身的一个症状 还有一个 是甚至泌尿道萎缩的情况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的 难言之隐 对 但是我们妇科 无所谓了 你就过来找妇科医生 本来我们就做这个科普 对 很多女性朋友呢 就觉得我很干净啊 我非常注重卫生呢 可是我为什么 还会有妇科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无论是年轻的 还是年纪大的 因为我们说 绝经以后啊 失去雌激素的保护 这个甚至到泌尿道萎缩 第一个就是有很多女性 会表现为反复的 泌尿道感染 会去肾科去看 然后发现治一下 过一段时间又有了 其实这个跟雌激素减退 是有关系的 可以到妇科来一并治疗 综合治疗 第二个呢 就是反复的阴道眼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困扰 我们中老年女性 这个都是跟我们 雌激素下降有关系 没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到妇科来去找妇科医生 进行一个咨询和检查 就可以了 它都是一种疾病 只是器官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 对对对 觉得不太好意思的 这样的心理 确实有些年纪 大一点的女性 她会有这个顾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和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合打造的 全媒体大型互动 健康科普节目 约见名医 我是主持人小乐 也感谢我们的陈主任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通过食疗的方法 通过中医的疗法 帮助我们的女性朋友 能够安全地度过更年期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 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 欢迎大家 在我们全媒体的 各大平台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 能够多多地关注 约见名医的抖音 快手以及微信公众号 给我们留言 我们也会邀请专家 来为大家打一解惑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